孩子为什么不爱学习 写作业为什么磨蹭 是因为没有教会他们正确的方法 方法对了 学习不难 写作业再也不磨蹭 小学六年级的家长先看过来 最近语文有一个作业 背诵并且默写孟浩然的古诗 过故人庄 这个原本只需要两到五分钟就完成的作业 很多孩子却花了二十分钟 甚至半个小时都没有背诵下来 也没有默写正确 问题出在哪里呢 作为家长 你自己先背一下这首古诗 看自己要花几遍能够背诵下来 不管你是家长还是孩子 用我的方法 最多只需要两遍到五遍 就能百分之百的把这首诗背下来 而且终身难忘 首先看一下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全文 过故人庄 唐孟浩然 故人聚基数 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河 青山郭外霞 开轩面长谱 把酒画桑麻 带到重阳日 还来旧菊花 就这短短的几十个字 为什么很难背下来呢 作为老师 我们要知道孩子背不下来 它的难点在哪里 孩子背不下来 往往是不明白古诗的意思 包括其中有一些字的意思 孩子还不能理解 第二个就是 孩子不能弄明白这首诗的一个结构顺序 逻辑关系 死记硬背 真的很难 就算短时间强记下来 过后也很快就忘了 那孩子学起来费劲费时间 很快又遗忘了 那他当然考试就很费劲啊 用我的方法只需要两遍 首先从整体结构上 给孩子一种画面感 让孩子像看电视一样来看这首诗 过故人庄 首先登场的就是故人 也就是他的老朋友 一个以前认识的熟人 第一句就是人物登场 故人聚基数 这里重点要告诉孩子聚基数的意思 就是准备好吃的菜和好吃的饭 基数 饭指 好吃的菜和饭 鸡 可以告诉孩子 鸡肉 鼠 黄米饭 饭指 招待客人用的 好菜 好饭 那故人聚基数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是要干什么呢 邀我治田家 邀请我来到种田的人家 就是邀请我来到一个农村的人家里做客 那既然我要去做客了 我要去别人家了 那我是不是从远往近走 我快要到故人家的时候 远远的我就看见了村庄的环境 风景 那就是绿树青山要映入眼帘了 绿树村边河 青山锅外霞 这里要告诉孩子锅的意思 古代的城墙 内为城 外为锅 把这个给孩子解释清楚 孩子就容易记住了 这是我远远的看到的 然后有远即近 我就进入了故人家 这个时候要干什么呀 要坐下来开始吃了 开轩面长谱 把酒画桑麻 这里要告诉孩子 轩是什么意思 长谱是什么意思 桑麻是什么意思 把这个跟孩子解释清楚 开轩就是推开窗户 面向打工厂 菜地 一副农家风光 映入眼帘 把酒画桑麻 要一起喝酒嘛 聊天嘛 桑麻是庄家的饭纸 古人在诗里有很多词 它不是非常写实的 它是一种饭纸 就是指着同一类东西 打开窗户 看着外边打工厂 菜地 然后一起喝酒 聊天 聊的什么呢 庄家人聊庄家事嘛 对不对 就是一起把酒画桑麻 聊一些有关庄家 有关农村的事情 那吃完了 得客套一下 告辞 约一下下次见面 什么时候见面呢 待到重阳日 还来就菊花 这里要重点给孩子解释 重阳日是一个节日 还就是来 又反来的意思 菊花又是一个代指 可以指菊花酒 也可以指重阳节赏的菊花 那我们约定下一次 就是重阳日再相见 一边喝菊花酒 一边赏菊 你看看 这整个诗啊 就是一副非常强的 像电视剧的一个画面感 情节感就映入脑海了 顺序感也非常明确了 这样顶多两遍 是不是就记住了 而且很难忘记 关注我曾经的高考文科状元 用科学的方法 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 这是一个绿色的学习来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回来找到一个绿色的学习 就会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